你呛了多少因果斩,从你的脸上就能看出来如何借出邪淫修身养性 佛经里的这些方法值得一许 情欲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欲望 所以古人云、实色性隐、保暖似淫欲等等 色欲几乎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但是不邪淫却是佛教的五界之一 正所谓二八家人体四苏,腰间杖剑斩于腹 虽然不见人头落,按理教军骨髓枯 国学大师南怀景曾开示众人表示 百善孝为先,万恶,银为首 银色之恶在于神 凡是有邪淫习气的人经常积聚邪气 往往沉昏颠倒,不思进去 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看不起,被人倾尽 脸色会变得难看,财富也会被大肆损耗 更为恐怖的是,身边都有弹精气鬼跟随 虽然邪淫是人最原始根本的欲望 但是如果我们不跟出自己内心中不好的想法 这种弹精气鬼就会一直吸食 人形炎后的男精女拙获取能量 如果你一直在戒了又破,破了又戒中不断循环 不妨仔细想想,一个人的皮囊 不管是美貌还是丑陋 不管是年轻还是年冷 里面都有装不尽的粪土 这世间之势皆有因果 《冷言经》里有一张叫 四种清静名晦 有一大段专门是说淫欲的危害 正所谓一念称心起百万丈门开 如果你种下了邪淫的恶因,自然会招来恶果 其中部分经文提到 淫欲不出,尘不可出 当官淫欲犹如毒蛇 如见怨贼,宇宙万物不离一心 如果你还存在淫欲 就不能超出六道轮回了 佛教中认为 淫欲起十方世界皆知 要想走出生死的束缚 就必须不能存在任何一点贪注与欲望 达到心底的彻底空明 佛门说 无碍不生缩破世界 无欲不堕六道轮回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则不随其生死相许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无疑不是情欲深重 甚至是沉浸在邪淫的痛苦中 无法自拔 要不然就不会生到这个世界 更不会把自己的精气神 好的精疲力尽 骨髓干苦 受轮回之苦 不能解脱 古人说 邪淫会有六种危害 看看在你身上应验了几种呢 原来最好最快的改名方法 就是祭出邪淫 自古就有九是穿肠毒药 四是刮骨钢刀的说法 但是世间的男男女女 经历无数事生死之后 依旧难过美色邪淫这一关 即使生生世世 受感情烦恼的产摆 也摆脱不了 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美色 古人说 天道祸淫 气暴甚俗 人之不畏 梦梦无知 殊不知 邪淫如利剑一样 杀人于无形之中 表面上让人精神快乐 其乐无穷 实际却给你招惹来了数不清的冤心债主 在现代的社会中 外面的世界演化缭乱 尤其一定要克制住内心的冲动 贪恋女色不仅能使人体丧失真气 还亦使人身上有一股污秽之气 久而久之 仅受者福 恶业缠身 苏东坡曾言 仿生只是非一 而好色者必死 佛教把业障分为三种 深业 口业 异业 沉迷色欲会拉低境界 会变得更加愚痴 少年时本就气血薄弱 如果经常活在颠倒梦想之中 追求短暂的快感 那么即使是一点点感官虚幻的快乐 也将难逃鬼神的责罚 经文上说 人如果内心情欲至上 不仅会导致身体衰弱和精神衰弱 甚至会耗光你的福气 使得人们的生活面目全非 让你一直生活在痛苦和烦恼当中 只有发自内心的 对自己过往所作所为 心生忏悔 对过往的错误行为 升起悔过之心 断除自己的邪淫根性 制止邪念邪行的发生 这些苦难自然也会随之潇洒 博文中提到 神通不敌业力 但怨力却大于业力 在忍不住对美色起心动念的时候 不妨想想敌人节的一首诗 春色人间至乐春 我淫人富富淫人 若将美色死亡富 遍体驱钻涅色心 我们的邪淫心念 与行为不可能完全没有七情六语 但是发愿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只要我们成心断除 由无始结以来 所积累的业力 习气寻致的不良恶习 看到美女死后腐烂的 满身是蛆的样子 以及她们窟窿上裹的败血 当我们稍微触发自己的邪淫心念时 就会只是止损 远离祸患了 邪淫重的人从面下就能看出来吗 有人说 少年的脸是父母给的 中年的脸是生活膜的 而晚年的脸是自己修的 这句话一点也不弄虚作讲 人的面相就是心知体现 心境不同 体性不同 面相也就不同 人的外表是表现内心的图画 一个人内心的珠色马迹 全都写在了脸上 因此一个人 有怎么样的面貌 就会有怎么样的心理 陈团老祖曾在《心相片》中写道 心者冒之根 神心而善恶自见 常犯谢淫的人 也会将他的生活 他的经历 他的性情 通过一目了然的面相告诉你 好比罗志祥 张继克等人就是如此 一个人内心的想法 会随时间越长 年龄越大 不知不觉 流露出神情写在脸上 慧能大师曾说 命好心不好 福变为活照 心好命不好 获转为福报 能从人的外貌 看清一个人并不难 始终心怀善念 情善既得的人 相貌也会断壮 呈现一片和谐慈善 满身力气 雕满乖章 以及忠欲之人 不管是从思想 还是行为上 都能看出 这个人身上沾染的邪气 比如 面无三两肉 一脸刻不像的人 更容易被一些 由邪气的阴性生命 所惦记 善人善相 贵人福相 恶人恶相 小人损相 修炼好自己的相貌 就是修炼好自己的内心 星云大师曾说过 这么一番 令人深行的话 轮回中 我们每个人的性别 都不是固定的 这些性别的转变 都是为了还清夜宅而来的 今生你喜欢对方 是因为他的美艳 但是他的上辈子 可能是丑陋的 甚至是另一种 你想象不到的性别样貌 比如一只鸟 一头牛 再比如说你们的关系 商议室可能是兄弟朋友 或是敌对等等 是因为有过强烈的情感波动 才产生了因缘 邪淫的邪气歪念 正是来源于此 让一个人变得精神萎靡 无精打采 永远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 人性渐渐丧失 沦为兽性 如此种种都是邪淫作怪 正所谓你犯什么越重 它翻腾越重 掩耳鼻舌身 都是人接触外界的通道 所有俘获 都是我们自己掌握造作的 因此任何时候 都不能放纵自己 吸引的心和行为 一旦这个淫欲心献钱 这里面的后果 是很难说清算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